假如你碰到一个陌生人 除了相由心生这类玄学的断命方法之外 还可以通过什么渠道来判断其未来的命运呢 怎么通过几句简单的对话 就能摸清一个人的过往经历呢 大家好我是白同学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 江湖揣摩术 揣摩术源自于鬼谷十二书 顾名思义就在和他人接触时 通过外貌穿着表情对话等边缘信息 快速判断出这个人的性格和触景 甚至包括他的过往经历和未来生命的走向 比如是好是坏是贫是负 最早被应用在纵横家这个群体 纵横家之所以能凭借三寸不烂之舌 操控着大国之间的博弈 就是在利用揣摩术控制列国诸侯的心理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不论是游戏 文字 视频 还是日常生活中的交集 其背后大多都有揣摩术的声音 说到底绝大多数的商业活动 几乎都是在揣摩人性 比如为什么玩游戏会上瘾 背后就是游戏公司在揣摩玩家的心理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擦边视频 背后就是一些主播在揣摩看客的心理 大约在晚清至民国时期 曾诞生过一个假借玄学之名 以行骗为目的的门派 其内成员各个都是揣摩术的极大成者 今天的故事我们就从这个门派说起 每当出现大灾和大乱 往往都是玄学的鼎盛时期 迷茫的人们只能寄希望于玄学 去探求自己未来的走向 一如在新冠初期时 就盛行过一段时间的占星术 通常在晚清时期也是这样 但玄学这个领域最大的特点 就是入门简单 但精通却很难 这也就导致很多人干脆以此行骗 不再去深究其内的门洞 因此就出现了一类特殊的群体 他们或许是江湖术士 或许是盗蒙松吕 当然这个身份大多都是伪装 真实身份 则是来自于一个叫做江巷的门派 他们要不就在热闹的街口摆摊 等待着问命者的到访 要不就有左于喧闹的人士 碰上人就说你的硬堂发黑 但奇怪的是 这些人并不懂得周一八卦 也没有看过什么阴阳五行 却打着为人解惑的旗号 而且还说的头头是道 那他们到底是怎么解的呢 首先重点是入门先观来意 出言先要拿心 第一句的重点再观 就类似于中意里的旺一样 一个问命的人 大多都会表现得心事重重 只要有心事 就肯定会表现在脸上 表现得开心就是好事 难过则是坏事 同理在大多数特定场景下所欲之人 也可以通过这个逻辑来分析其处境 有了这个印象之后 就可以把握住他的心理 比如面色暗沉的问命者 大多是遇上了什么难处 所以开口就是遇上什么难处了吧 还有咖啡店门口徘徊的人 开口就是在等什么人吧 有了这个初步的判断之后 也就有了接下来的对策 先谦后龙乃兵家之妙法 清烤相迈是江湖之密宗 所谓先谦后龙 就是先恐吓后奉承 这个在生活中十分常见 用了一些销售的话术 现在不买以后可就涨价了 看大哥也不是缺这点银子的人 所谓清烤相迈 就是说一些别人听不懂的专业术语 然后通过旁敲刺激的方式 来探取这个人真正的意图 和一些真实的信息 在这个过程中 要做的有问不可吃大 无言切无先声 这样才显得自己比较专业 当然我不是建议大家去用揣摩术 而是要看揣摩术背后的逻辑 以防止自己被他人揣摩 再往下的比较好理解 三五成群 须防有假 西河成正 必定无心 这个无心就是傻的意思 一些公子歌和街头混混 往往都喜欢三五成群 招摇过世 这个就是典型的无心 最容易被别人拿捏 来意殷勤 前院必非好景 言辞高傲 近来必定家徒 如果一个问命者特别殷勤 那所求知识多半要废 如果这个人言辞高傲 那现在必然是贫不清云 但如果将殷勤变成刻苦 未来肯定能留完花明 可如果把高傲变成了自负 以后肯定要山穷水尽 如果是子女来问父母 那就是担心父母的身体 如果是父母来问子女 大概率是担心子女的安全 这个都是人之常情 要是这个人神色从容 目光坚定 那应该就是小有成就 要是这个人心神不宁 逻辑混乱 那应该就是要趋机避凶 以上就是初步印象 有了这些信息 才能够做到心中有数 一个人能否成功 或是成功需要具备什么品质 江湖中人往往比我们看得更为清楚 例如年嫩至成 千金可托之萧子 老来百货 万事无成之必复 年纪轻轻却志向坚定 说话还彬彬有礼的人 将来更容易获得信任 更大概率获得成功 相反一个年近半百 还说话狂妄 搞不清楚状况的人 不论贫富 肯定都过得并不如意 说白了开心与否 取决于他这个人 看的世界的方式和态度 现在有很多人 在网上抱怨婚姻问题 有一些还混成了意见领袖 听取偏见和抱怨的指导 又怎么能活得快乐呢 弄清楚这一点后 就要看气质神窟和四论身高 如果越说越愁 那就不只是遭遇了困境 而且时有八九要坏事 相反如果越说声音越高 那也不仅仅是有了好运气 而且时有八九要成事 入门两目流连 必多信而不专一 生姚浪定 定小象而戴轻浮 对话中一直无法尽心 东张西望的人 大概率是有心事 也难成事 从坐下来就来回腰动 身体像个波浪鼓一样的人 性格中就带着一些轻浮 最后再看衣着得体 干净朴实的人 大多都是白手起家的能人 衣着华丽 满身珠宝的人 大多都要拜个一干二净 苦尽干来的人 一般都喜欢炫耀 家道中落的人 几乎都表现得低迷 到了这里 也就大概判断出了来者的贫富 自然也就能做到指点迷津 如果是一个年轻人来问 那就要夸他未来可期 如果是老年人有困惑 那就要夸他福寿绵长 很多时候善恶并不在于表面 对于一个恶人来说 大概是需要伪装成恶人 这样他混迹江湖才能不受伤害 所以要恐吓家奉承 对于一个善人来说 其行善就是为了求一个福报 也可以理解成伪善 所以要说他福生寿长 这就叫知他所求 晓他所怕 再往下 中年发业新家 此人善因善作 老来一筹莫展 是老是运失时 一个中年发家的问命者 应该是善于运作的人 一个老年困顿的问命者 应该是穷困潦倒的可怜人 小人亦以正直之气龙踏 君子当以成仅减让临职 对于一个小人来说 不要和他聊什么人品 要夸他讲义气 这样就能做到万无一失 对于一个君子来说 财富不要说得太过露骨 要夸他有个好名声 这样的说法百事百灵 还有一种人 聊起天来夸夸其谈 对于这种人 不要太相信他口中透露的信息 是有八九寸在吹的成分 到了这里 聊的也就够多了 自然也要为人解惑了 那应该怎么解惑呢 首先要做得人人平等 不要看到穷人就冷眼相对 看到富人就卑躬屈膝 这种人在哪里也不会招人喜欢 接着是刚如并用 考夹其师 有钱有龙 邪情祖宗 对于说话通通吐吐的人 要催他赶紧说 让他有一个紧迫感 对于侃侃而谈的人 要让他说得慢一点 这样才能占据话语的主导权 听到这里 大家可能觉得有些露骨 有些阴暗 说实话现在很多商业的本质 就是在拉扯人性 只不过是加了几层厚厚的伪装 例如接下来 这个描述大师 也可以理解为是专家的片段 要坐姿端壮 面无表情 脸上少有嬉笑之意 给人一种专业的感觉 语气要缓和 说话要做得极缓失踪 很多人根本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当然更不关心你说的对不对 他们往往关注的就只是表象 再往下就有一些江湖的味道了 如果来者是一男一女 世界并不罕见 如果确定是夫妻 那就要将他们分开在目 不然肯定有人要说假话 如果是寡妇问能不能改嫁 那她就已经找好了下家 如果老妇人总是叹息 那生活中肯定有不少委屈 如果是有子的寡妇 就应该劝她守洁 这样才能苦尽甘来 如果是无子的寡妇 就应该劝她改嫁 避免将来一个人孤苦伶仃 当然这些判断方式 也存在时代的局限性 大家当个故事一听就好 在一些影视剧中 常有册字和解签的情节 我们就从这个方面说起 一个人写完字之后 首先要看情人之年随为利言 就是说他写的什么不重要 搞清策字者的年龄很重要 因为大多数人的一生 都有着一个固定的轨迹 该读书还是该工作 都有一个大概的区间 知道了他的职业 也就缩小了解惑的范围 比如一个老年人问寿命 大概率就是身患疾病 一个青年问女性 不是早恋就是背情所控 因人情而谈事故 从心里已顺开言 这个世界无其不有 所以不要偏执于对错 要做的理解他人 他人才能畅所欲言 要这个人就是不开口 那就要先恭维 如果还是不说 那就要高声呼吓 打乱他的思绪 让他下意识地说出真相 最后这一段 作者做了一个总结 这里就有了心理学的感觉 例如怎么才能知道 这个人真正的问题呢 江湖上的解签策字 就如同官府中的 升堂审案一样 需要一层一层的寻根问缘 首先画上一个大致的范围 然后在解惑中途 再慢慢收集信息 逐渐触摸到真相 大多数人的寻疑解惑 无非是想求一个心理安慰 这就像是建造万丈高楼一样 需要由浅入生 由轻入众 与人之间的揣谋博弈 无异于是调兵浅将 虽然方法诸多 但还是需要随机应变 人世间的故事不能一概而论 此乃变化无穷也 所以学吧 既想在人间独立不群 哪有什么轻松之法呢 想要端凭人间这碗水 可就好好学吧 晚清四大名城之一的曾国藩 曾写下了一篇2200字的兵剑 被后人称为食人人断缘的千古奇闻 乃是官商并用的大雅之物 在我看来 这篇只有700多字的阴耀 被人称为江湖下九流的大俗之物 在食人方面并不疏于并肩 为了避免被误用 上述内容不设计方法 只是阐述了逻辑 很多人会说全魔术不道德 但其实道德对虚伪奸诈之徒无效 能被道德绑架的 总是那些纯真善良的人 那么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我是白同学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